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转妹 今天我们来玩吃星星大作战 看到我身后了吗,都是小星星 每条一格,台阶还有宝箱 真是美滋滋 这里有菜鸟,新手,高手 后面两个怎么没有名字了 难道作者不会写大神和王者吗 就从最后一个开始吧 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 那我当然要爬高高了 下面还有岩浆 安全起见还是期换背试角射手点 左蹭蹭,右蹭蹭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一定要抓稳藤蔓了 这么高掉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 熟悉了之后就简单多了 看到星星了,哎哎哎 怎么卡住了,都快变蜘蛛侠了 哇,可算上来了 吃星星可要小心,比一头抓进岩浆里 然后顺着慢腾滑下去就行了 这关删着灯跳 箱子里居然没东西 删我定脚的吗 我小表妹才不需要 我抽,我再抽 哎哎哎,再一再二不再三 再啊,走一走,吃一吃 箱子里还是空空的 那就不翻了 一口气上去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又通过一关啦 这关是高手 两个间隔的彩色方块 只要冲刺跳就没了问题啦 哎哎,九滑九滑 大家都没看见哦 再来一次 这回可要稳稳的 不能再打脸了 找准落脚点 1,2,3,4 当当当当当当 小星星神带走 卡门这还不容易 卡一个门 讲了一颗小星星 开门,关门,跳 开开,关关,跳跳 钻在两个门之间 就很容易上来了 到了到了,打卡卡 后面是彩虹桥 红橙黄绿 青,蓝紫 真的系中颜色都有呢 一路吃小星星吃到饱呀 姐姐,这不是别彩白块吗 你怎么就能直接走过来呀 这个嘛,可能是我比较可爱 猛野心团都不掉下去了 后面都是冰块 可滑了 不能停不能停 狗木大家就过来啦 第二关是新手 真是越往前走越容易啦 我普通通的土块 直接跳就行了 讲了一把铲子 让我挖过去 没问题没问题 下面的狗木块还空了一个 按住潜行就不太掉下去啦 然后换身超级马力吃星星 越过带头鱼 走过独木桥 不对 应该是跳过独木桥 能用跳绝对不用走的 然后就能把小星星都收入囊中啦 到了第一关 菜鸟 也是我的最后一关啦 确认过眼神 可以闭着眼睛走上去 哇塞 后面还有这么长 剑鸽方块不是新手的吗 这一定是假的菜鸟 不要来绕去 走呀走 走呀走 后面就五倍速通过啦 咦 小星星都吃完了 这怎么还没通过呀 姐姐 听说最后一关的眼睛 眼睛还可以穿过去呢 眼睛还可以穿 作者不会是想骗我泡眼睛澡吧 憋口气 穿就穿 可不能烤熟哦 咦 原来里面有水 太好了 油油油油 中途别忘了在呼吸站 还口气哦 油这么高 我小鱼可真不容易 啦啦啦啦啦啦 差点漏了这么多小星星 点关注不迷路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个关注哦